而若没有疫情的话 此时正是花莲泛州旅游旺季 然而在现在防疫三级警戒又延长到了6月底 瑞翠香虽然多数的泛州业者都已经停业 但是在泛州游客天天加龄的情况下 东海泛州公司是顾念40多位员工家庭生计而咬牙苦撑 而对于泛州为八大产业类别 产业纾困是看得到却吃不到 业者无奈的表示快撑不下去 三月底开始台湾疫情升温 列为八大产业类别的泛州为首批暂停营业的产业 而现在全台防疫三级警戒又要延长到6月底 瑞翠秀布鸾西泛州产业整整一季停摆没收入 不少业者是纷纷停业 唯独东海泛州公司仍咬牙苦撑 公司终归是有一个限度 因为我们不是一般像政府单位 我们有很大的经费 都是要靠以前赚的钱 现在拿出来弥补 现在我们光从停止营业到目前光退的客人 已经超过5000多人了 现在半周客天天加零 邱老板顾念40多位员工家庭生计 而不忍停业停工 改分流分批上班 让员工家庭经济不至于断粮 而在防疫期间 加强泛州州挺 救生医的保养维护 以及环境清理的工作 以待来日 如果正常的话 这个时候你们大概应该很忙吧 对 可是老板还是让你们来上班 给你们薪水 对 会不会很感激 很感激 你在这边做多久了 我也是要算是上个月的月中 上个月的月初来听报道 那如果说没有疫情的话 这个时候大概一天你们都会接到几个客人 哦 这个时候应该都接差不多四五百 六七百这样 嗯 现在呢 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没有办法进来啊 疫情的关系嘛 老板一个人苦撑呢 你们有给你们薪水吗 有有有有 可是老板很辛苦哎 对啊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政府也祭出百业纾困4.0方案 不过邱老板说 泛州列为巴达产业类别 去年申请纾困 但整年因为疫情而空转 现在产业纾困是看得到却吃不到 几乎都已经快撑不下去 去年申请你是贪五年还嘛 联本代替贪五年还 像你今年根本就是一个 去年的担子都还没有卸掉 你今年又要再重新搭这个担子 而且申请的钱 又要一直在缴这个利息跟本金 实在是政府的好意 有时基层的业者真的是没有办法 那个你看我们现在几乎把去年的 很多的这个经费都拿到今年来花 我们光一个月要花出的薪水 就将近超过一百万了 连一些保养一些大概四十几个员工 每年从五月份起 秀古鸾西进入泛州旅游旺季 然而今年疫情相当严峻 甚至进入全国三级警戒之下 目前瑞穗八家的泛州业者 全部歇业避难 只剩东海泛州公司独成 邱老板说 希望能够等到疫情海啸过后 产业复苏的黎明曙光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稍后 谢谢观看